出国旅行了9个月 回来车已经面目全非了 估计差不多已经爆会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全是这个 搞满了书业 还有小广告这些 你看这个字 哇这个车 车门刚才打开了 车肯定是打不燃了 然后4个轮胎还有气 你看这个 这个还能洗掉吗 这个估计洗不掉了 这门能打开 刚才我打开了一次 然后这个站得很紧了 因为时间确实有点久了嘛 停了足足9个多月 然后这个后门 这个后门打不开了 后门打不开了这个车糕 它这个有没有锁眼 后门打不开了 现在我也想把我把车给搞成了 怎么搞啊 保险也拖保了 反正 不知道这个车还能不能搞成了 因为停放太久时间了 很深啊 找个线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线 啊 这个门终得很紧啊 哎呀 这个是 什么绳呢 绳子搞忘了 找个线 找个线 等下把车给搞了 找个线 找个车 找个 哎呀 这个烧一下 过来去 很深很深啊 我去 这个 这个估计已经老化了 这个 乙瓜 很深啊 你看这个全部是 这咋搞啊 反正先把它搞完 看这个 哼 烧也烧不出了 看这个乙瓜超面 嗯 这广告 广告贴在上面都弄不下来 不是贴在上面 还放在上面的那个 小卡片 这也是 这也是小卡片 这么厚的这个污垢了 这么厚的这个污垢了 这个车漆 这个白色的车漆 估计是洗都洗不出来了 烧一下 这个老化的不行了 这个得换了 鱼瓜 这个刮都刮不掉了 哇 好厚的 哎呀 哎呀 好厚的 然后保险也拖保了 拖保了几个月吧 7月份拖保 然后先就这样子吧 然后 把这个车先把它给搞燃 后面打不开了 后面打不开了 估计也得通电了才能打开 哎哟 我这里面已经锈死了 看样子是比较严重的 加起来 还挺酒贵啊 他们说的这个车开不坏 但是 能换坏 都车次换坏的 不是开坏的 哇 这里面也已经生锈了 齐鲁了 生锈了 凭时间太长了 搭不搭不搭不搭 哦 我都可以搭去的 哦 搭搭 对的 搭个鞋来搭一会儿 还好我随时都背到一个这个线 先把它给 线给接上来 现在找了一个车 把这个电停线绑好了 但是这个上面起了很多鲁 不知道能不能打了 刚才我用这个刮了一下 剪刀刮了一下这个鲁 现在去打火吧 哎呀 这里面 全是 当时走的时候 应该能打了 当时走 这里面全是当时走的时候买的快递 打燃了 一把打燃 看一下车里面啊 让它燃着吧 哇 你妈呀 这都起 都起霉了 发霉了 受潮了 估计是 那边也是发霉了 这个搞得是发霉了 发霉这么严重 看一下这边 这边好一点 这边发霉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这里也发了很多霉 这也发霉 这也受潮了地方 发霉 你看看这个电话锅 在这里 看这个发霉 哇 这个发霉很严重啊 我看现在后门应该能打开了吧 啊 现在能打开了 这必须通电才能打开呀 哎呀 这还有一个架子 煤气管 不知道能不能冲进去电啊 哎呀 能一下 看一下 这个 扛开打开 因为这个负电 这个负电瓶还好 没有7路 到时候我想 我把这个负电瓶 装在前面去 不知道能不能行 这个是 这个负电瓶是83的 是83的 我这原厂电瓶是45万的 这应该是在充电的吧 要是先发动着 哎呀 搞然了搞然了 规计车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时间太长了 需要去做一个保养 呵呵 要这个保养 还有 很多东西 这个车要打理一下 你看这上面还支柱网 吸卤了 哎呀 看这个门啊 前面座椅也发霉了 你看这个 看这些霉菌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这应该能看清楚 前面座椅也发霉了 座椅都发霉了 还好后门打开了 刚才是停在这里的 我推了一下 看这个台都能看出来 发霉挺严重的 要在后面 试试一试什么东西 卷车 完了完了 真的完了 仪表盘上面全是灯 故障码 然后方向 方向也 方向也搬不动了 是很大很大的 都搬不动了 我去这个像个方向盘 这个灯估计就是 这个 方向助力出现的问题 我停在这里也没动了 难道是 生锈给搞坏了吗 这怎么搞 就是 这开 这开都开不出去了 这样子的话 哎呦 头疼死了 头疼死了 开不出去了 这个车 真的要报废了 但是发动机 刚才街上电一打就早了 这个窗子也能摇下来 我看一下电动的窗子能摇下来 都把他给摇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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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都把他给打开了 反正能打开了 全部把他给打开 都把他给打开 把他给摇下来 电动档 看一下 电动档也没问题 零摇下来 就是这个 这个方向搬不了 这咋搞啊 这也没有挡啊 就方向搬不了了 有人懂这个吗 看这个车也弄出来了 真的是 还是挺漂亮的 再几个灯亮着 踩两脚刹车 油门看一下 听着声音也没有问题 反应也挺快的 简直搬不了 这是一把 靓山 一样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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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게 感谢观看